艺人罗仲谦8月8日在香港将军澳电视城跟TVB艺人张希文、韦家雄、张秀文以及张文慈等为新剧木集证人公开造型 木是木头的木,集是荆棘满图的集 已经很长时间没回TVB拍剧,罗仲谦肯定感慨良多吧 已经有三年没有回TVB拍电视剧,感觉非常的开心 因为看到很多的以前一起合作打拼的宋敌还有幕后,所以非常兴奋 因为聚集Encore36小时,罗仲谦遇到了他的另一半杨仪 虽然后来跟杨仪都离开了TVB,不过夫妻俩跟TVB的关系还是非常的亲密 罗仲谦还自曝当天原本杨仪也要跟着来 后来是自己说错了日子,所以没有成事 但是之后杨仪肯定会来探班 那在剧中,罗仲谦要跟TVB现在的当家花旦张希文有感情戏 会不会怕杨仪看到一些不该看的画面呢? 我没有特这个特别的要求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男的观众也不想看到 因为她现在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女的演员 看到我,我觉得会非常的恨我 那你有没有问阿姨,想不想看到 我相信她应该是看得很开的 而且我觉得我拍戏的时候 她也会经常在附近吧 因为我相信她会想陪我去开工 看看她以前认识的朋友 如果罗仲谦跟杨仪在TVB老出现的话 肯定又要被很多老同事催生小朋友咯 这个我相信我们习惯了 身边太多人去催我们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治疑 因为有压力的话 我相信不会想功 谋方权媒香港报道 谋方权媒香港报道